我们听说当时查到了一段视频是吗 对是的 我们现在一起来通过屏幕来看一下当时的这段视频 请看 对就是这个 我儿子当天穿的就是上衣就是跟这条故事一套的 是我自己买的 07年的时候买的那时候是 07年的这套衣服是我买的 那时候我买的给我那个子子穿的 当天穿那件衣服就是跟这个裤子一套 阮女士 视频当中的这个男人你认不认识 不认识 我们看到这个监控的时候 也叫邻居啊 亲戚啊 都来看了这个视频 看了这张照片 都没有认识这个人 也就是说 他不是你们平常生活周围的一个熟悉的人 完全是一个陌生人 是的 都不认识 因为小孩当天丢的那一天 他就喝奶奶 他一直那么小嘛 说旺的话也只会叫爸爸妈妈 喝水的话一直都还是奶奶服 奶奶服当时呢喝了一服水 那天天气也比较热 就那个背上流了很多汗 我就在那背上还塞了一些小背心 都还看得清楚 记者回来也告诉我们 你现在学会了用微博 也知道贴寻人骑士 然后用了很多的方法 现在在找你的孩子是吗 我们家的情况也不是很好嘛 电脑的话也是孩子丢了 过后才买的 就是想为了也是在网络上 也这样来找一下孩子嘛 如果网上也好奇 能看到的话 也能给我们提供一点厢索这样子嘛 现在有什么线索了吗 现在没什么 现在就是现在就是 只是在这检工上看到这段视频 这个能忘记 这个是当时在视频上的截图是吗 不是 就是离得最近的一张照片 是的 那你把这个照片发到网上去了之后 反响怎么样 有没有人联系你 或者哪怕有一点点进展 现在已经发到网上 看到有一个月一个多月了 也没有什么没有消息 一点点是没有消息 看到妻子这么难过 而且做了这么多的努力 我不知道你现在是怎么想的 当时你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就走了 我们可以一起找吧 你什么都不管我孩子丢了 你竟然责怪我 难道你没有一点错吗 我错是错 但是我也非常地内疚我孩子丢了 但是你的责任也有 你可以跟我说啊 我们可以一起去找啊 每次每次都是看小孩的话 都是都是什么责任 都是推到我一个人身上 我什么时候把责任推到你身上了 难道小孩子不是你带的吗 不是我推到他身上 本来就在他身上的 小孩子本来就是他带的 小孩子离开他的事项 他他他他都不知道 怎么能怪我 这个当年你也有责任 因为你在场上 你也会抗一下 你没有跟我说啊 要说啊 自己的小孩要说啊 自己关事吧 你自己做什么事情都是 什么做什么事的话 都是要叫我在旁边 要做一点菜的话 为什么还要叫我跟你做 还要叫我给你来切菜什么的 这我看小孩现在 这个责任就传不退在我身上了 他也逼死他 现在彭先生说他想要跟你离婚 你怎么看 离婚也可以 但是他拿钱 拿钱出来 我自己一个人到外面去找孩子 他跟你提离婚的次数多吗 很少待在一起的 就是因为这次丢孩子是吗 因为这孩子我特别爱他 特别喜欢他 我现在找孩子来 我也走了有那么长时间了 一个人到处走 每天晚上做梦也会梦见他 梦见他在身边 我们那里宣传了 既然还传一个谣言 就说我儿子已经送回来了 做什么歌调一个事 因为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呢 也是特别的难受 特别的难过 既然有那种事 是因为这种事 我还给你带我 快点那里 我带我带我 你带我个人 你看我带我 变成了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